双世宠妃二正在热播 剧中瞿小谭有着三条感情线 两个墨连城为了她在八王府整天争风吃醋 还有一个大王夜莫一怀 为了得到瞿小谭想尽了一切办法 而这三人注定只有一人能抱得美人归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瞿小谭已经得知刘伤的身份 对她而言 整个冬月刘伤就是自己唯一的依靠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这可气换了墨连城 此时的墨连城并不知道刘伤就是自己 与刘伤大打出手 甚至举荐逼刘伤离开瞿小谭 刘伤被逼无奈 她不想与这个时空的自己交手 于是她在墨连城面前撕下面具 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本以为墨连城会就此成全刘伤和瞿小谭 没想到醋吃得更厉害了 网友表示 澄澄自己和自己吃醋的样子 真是太可爱了 而另一边 大王爷以为曲小谭在八王府受尽委屈 下定决心要将曲小谭救出八王府 大王爷想要得到曲小谭 就必须拥有更强大的势力 而皇上一直比较看重墨连城 于是大王爷只能从别的地方下手 曲家在被发落边疆后 在边疆凝聚了一股势力 于是大王爷不得不允许曲叛儿 他想借助曲家的势力 让自己当上皇上 后来大王爷篡位成功 他当上皇上的第一件事 就是迎娶曲曲小谭为皇后 大王爷派人去八王府接曲小谭 墨连城出面阻止 被大王爷重伤 大王爷威胁曲小谭 如果不跟自己走 那他将会血洗八王府 曲小谭只好乖乖跟着大王爷走了 曲小谭以为墨连城死了 整日以泪洗面 最终他决定要为墨连城复仇 他假意接近大王爷 用手中的剑怒砍大王爷 我要为城城报仇 就在这时墨连城出现 霸气带走了曲小谭 原来墨连城受伤后 两个墨连城的元神便合二为一 在这个时空重生了 小谭见到墨连城大喜 当场就上演连环稳 网友直呼太甜了 纷纷表示 如果有之前的记忆 那就圆满了 你觉得曲小谭会恢复记忆吗